台灣人都會笑說 台灣交通爛得要死 台灣摩托車麻煩得要死 對 這些都是真的 但其實台灣有一個交通是無敵的 叫做大眾運輸 對 別運啦 我們一張卡又有卡 你隨時隨地都可以儲值 而且你儲多少用多少 甚至可以奢帳 對啊 我以前當學生的時候 就會一塊錢嘛 怎麼剩一塊錢 我還是可以刷一百塊的火車 這樣子 這樣子奢帳嘛 然後當時去到美國就想說 朋友們 大家要一起去China Town 吃點火鍋 家鄉味 走走走 那我們當時在巴斯坦 波士頓 想說我們就搭 他們的火車叫Tea Train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上去 我們就突然感覺到 怎麼怪怪的 感覺美國對於大眾運輸 這些系統 好像都是被廢棄的一樣 尤其是那個地鐵裡面 我幾乎沒有在一站出站 是沒有尿味的 大家好像就是比較多的街友 街友他們真的就是會比較 冬天太冷 沒有地方去 然後政府好像就也不會說 特別去管他們 所以以前在搭那些火車 真的很害怕很害怕 就多多少 尤其是大半夜的時候 車上就會有 CRACK HEAD 然後他一定會跟你聊天 然後就講了 我也聽不太懂 當時英文也不太好 就跟你聊一聊 那你就跟他聊這樣 對 我就是鬼扯嘛 後來就很多朋友 跟我說就是說 真的 真的不要跟他們對上眼 真的就是完全裝作沒有這個事情就好了 他們演他們的 他們通常都會跟空氣在吵架 跟空氣在吵架這樣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台灣的大眾運輸真的很溫柔 甚至還有婦女車廂 我覺得台灣一個 而且是女生 穿著我覺得是比日本好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就是講簡單一點 比較隨性 你知道我們在日本 超過30歲的女生 像你不能穿那麼短的 為什麼 請跟褲子 她的家OK 30歲的女生就是那個 我們日本女生認為是老的 所以是不敢穿 30歲就老了 打她 我不是我講的 打她 不是我講 這邊有兩個老的 對 那加那幾歲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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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5嗎 所以這個東西 可是我是說真的 我個人覺得 女生30歲以上 而且是女生 我覺得是很有魅力 特別喜歡 對不對 有成熟 應該有肉的地方有肉 然後 而且台灣的女生很敢穿衣服 對 就是每次就是你看 在中小的路走一走 那個屁股 看到幾顆屁股這樣 然後有感覺 有感覺 有感覺 對不對 對 對 我最喜歡哪一頭坐在郭樂車上 太沒用了吧 對 我們日本人真的是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台灣人是不用穿衣服喔 我們是第一個想法是這樣子 而且很敢穿 可是那就是有好有壞 那比如說像那個上節目 日本的上節目 節目你沒看過吧 搞笑意的節目 對 每個人穿這個戲穿就是很帥 不像你隨便穿 不像你隨便穿 穿姐夫哪有人在隨便穿 你也是穿身吊哥 你看 吊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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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隨便的 這張節目好隨便喔 不是 誰是隨便 不是 這個叫做 露驚師 露驚師 以前台灣的節目 也是要穿得很正式 對啊 後來呢 覺得幹嘛呢 又不是幹嘛參加婚禮喔 對啊 那就表現藝人自然的一面 所以後來就穿成這樣 對嘛 露驚師 好看就好了啦 我們到各國旅遊 所以都會遇到不同的文化跟現象 大家千萬不要帶有歧視的眼光 要用愛去包容 對 外國朋友來台灣呢 首當其衝就是 陸西派講的 Culture shock 對 但他們也努力地融入台灣 甚至比很多台灣人更像台灣人 真的 要對他們好一點友善一點 不要把他們逼太急 小心呢 這個會變成翻 效果讓他們心裡有陰影啊 謝謝 我們那麼愛台灣的外國朋友 謝謝 來台灣給大家玩 吃不行 chw好 infatti 這樣 CK AU